大家好,咱们现在讲 丁火喜记总论命令分析第四讲 手中这本资料的要把资料打开到第十一页 看命令十 昆造,心意有年 仁晨月 丁四日,假晨时 那这个八字呢 丁火 月干的人水 是丁火之浮行 那一般来说呢 看女命先看浮行 看女命 先看浮 那么月干的人水呀 作为丁火之浮行 因为它是观星 所以也是浮行 天干与丁火相合 所以呢 月柱 为观星 因相合 所以为浮行 地支呢 与年上的有金相合 似有相合 天干丁人相合 而人水的质量呢 非常不错 因为从人水角度来讲 年上的心金为人水之印寿 心金可以生人水 人水 得 年上 心金所生 心金所生 而这个 有金呢 同时也是丁火的贵人 天以贵 甲物更牛羊 一鸡蜀猴香 丙丁 丙丁 猪鸡胃 有鸡胃呢 天以贵 心有这一柱呢 是人水的印寿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 命主的账符 非常不错 而丁人相合 化为木器 所以呢 丁人相合 化为的木器呢 那在天干上 只有一个假木 所以 而且呢 他又出于 这个 子女宫 所以呢 假木 为命主的孩子 这是 假木与 人水 所生的孩子 这个假木 坐在尘上 与年上的 有金 也是相合的 那么对于 假木来说 心金呢 实际上是 假木的正观星 是观星 假木通过 尘有相合的方式 得到了年上的观星 所以呢 命主啊 芙蓉 并且子贵 被封为 一品 告命夫人 这在古代 那是 这个夫人儿子 可不是 谁都能叫的 那么 被封为 告命夫人 是有朝廷 俸禄的 那当然 也非常有地位 这个 有身份 很尊贵 复盘一下 那这个八字呢 丁火 坐在寺之上 与人水相合 丁人相合 那么 人水 为丁火 之观星 那么 这个丁火呢 其实呢 也没有根源 它丁人相合 不过呢 这个丁人相合 由于 生于尘月 就 与上一遭 略有不同 它呢 如果 化 也只能是正化 不会出现反化 不会出现阴阳混乱的现象 那么 丁人相合呢 他与丈夫 这个人水呢 又是丁火 之夫行 是正观星 同时呢 也是丈夫 丁人相合 那人水呢 得年上心金所生 对人水而言 年上心金为印寿 而这个有金呢 是丁火 之贵人 年上的东西 代表朝廷的东西 朝廷 对人水来说 这是朝廷的印寿啊 朝廷的印寿 来生 人水 所以 命主的丈夫 是当官的 丁人相合呢 又化木器 化了木器 那么 假木 在石柱 那就是他们的孩子 是丁人相合 的孩子 那与丁火呢 阴阳相反 那当然是 丁火是女命 那当然是 这个是儿子 那甲 臣这一柱呢 与年上心有 也是相合 和得到 对于甲木来说 心金是正观 放个角度 从甲木角度来讲 心金是正观 然后呢 与甲臣这一柱 与新有这一柱 相合 那得到了官 贵 年上的官贵 那就是被年上的 被朝廷的贵人 所赏识的意思 所以呢 命主不但芙荣 而且子贵 因芙荣和子贵 所以 风妻印子 视为 一品 夫人 这个 这个 有什么 什么 腹 你们 这 我 torn 感谢观看